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从关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我认为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程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 国际油价开始回落 地产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资金内补兴相当 在东方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V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宇飞 今天我们来关注扶贫 众所周知过去30多年 中国不仅经济发展国力增强 在减贫扶贫的成绩上 也是全球有目共睹的 前不久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透露 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 已经减少了2亿多人 那么在这样一个数字背后 贫困地区老百姓的命运 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 这就是你一个月的收成了 一个月才有这么多 你觉得少吗 我觉得还是少 这个才有一万多 在这个全国最贫困的山区 普通农民杨真龙 拿着刚刚卖羊 所得的一万八千多元钱 还是觉得这个月的收入太少了 原来她的目标不仅是月收入过万 而是在几年的时间内成为百万富翁 我想一个月还有是有两三万还可以 你看你看上面 一下雨 就楼天 上边打下 下边笑下 这是太行山从山峻岭深处的一个村落 这是在中文五年前的奖 而这是在中文现在的奖 充满现代感 在客厅的一角 还安装了电脑 这两个地区 都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 是什么使得贫困山区的农民 喊出用不了几年成为百万富翁的豪言 是什么使得太行山区的农民生活改变如此之大 这里就是放言 几年后要成为百万富翁的杨真龙的家乡 贵州省秦龙县 2000年年末 这里的农民人均占有粮仅为335公斤 生活条件非常恶劣 多项指标居全国592个贫困县倒数第一 因为贵州主要是卡斯特地区 跑土跑肥 人均的耕地面积非常的少 非常的少 由于石墨化程度深 这里土比较少 土层也很薄 即便是庄稼地里也随处能够看到大石头 所以农民在这上面种庄稼难度非常大 特别是到夏天的时候 只要有一个星期的持续强光照 玉米就会干死在地里 面对恶劣的生态条件 杨真龙和很多贫困地区的年轻人一样外出打工 但是打工五年连一万块钱都没存下来 那么是什么让2007年回到家乡的杨真龙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一个月赚一万多块钱还嫌少呢 并对几年后成为百万富翁充满信心 就是发展种草养畜 发展种草养畜 那么这个由过去主要种苞米养猪 变成现在种草养牛养羊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这些能在石头缝里长出茂盛的草 成了改变秦龙的关键 2007年杨真龙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回到老家与县草地畜牧中心签订种草养羊合同 杨真龙告诉记者 当初签合同的时候 从草地畜牧中心领取了50只基础母羊 虽然现在发展到300多只基础母羊 每年产二三百只小羊 但每年还是只需要给草地中心10只 其余的羊只只要想卖 向草地中心打个电话就可以了 因为在合同上明确签了包回收 大就卖 我的一个月平均一个月有20多只产 20多只小羊 小羊糕 那我就把那个大的卖掉 卖掉了小羊又攒起来了 三年来 从最初的50只种羊 到现在已经扩大到307只羊 如果按照目前的存栏量 每个月卖20只 每只1000元的话 一年可以收入20多万 这样五年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 现在这种模式已经从一个线扩大到10个线 到今年已经扩大到了43个线 记者在采访中还注意到一个细节 杨真龙和工作人员都称呼草地畜牧中心的主任张大权为老板 而这在有行政头衔的领导中是非常罕见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是事业单位 但是管理上完全按公司化的这种 这种以效益挂钩的这种方式 来管理我们的管理 以公司化的模式管理事业单位 使得员工工作效率提高的同时 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 也都显现了出来 草地中心到目前为止 安排了2万多人就业 这个项目预计在2014年 每年可以屠载120万只山羊 每年预计增加3.6亿元的产值 此外 这种产业模式 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 对石墨化的致力 则是花多少钱也换不来 这是中度石墨化 而已偏重一点的 这个下面就是你看前世石头 这个你看 你看这个 把这个草扒开以后 下面前世石头 这些下面前世石头 这个是人工草地覆盖以后 你看不出来 就达到了很好的 这个 治你这个石墨化 已经住上漂亮两层小楼的带中文 是山西省平顺县人 这里因出现了李顺达 申纪兰等全国劳模而出名 不过 由于恶劣的自然条件 闭塞的交通 以及全县15.5万农业人口 分散居住在1370个自然村上的原因 使得80%的人生活在贫困县以下 过去 说老实话呢 几磨水活动什么都没有 我过去到北京还回合要走十点也到不了北京 不仅到长治要走七个小时 养上个柱都没不了 还得把他的柱来抬上来 但是那个水他没有进去 没有水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地方 有山西的意外 有个小全水进啊 特别那个乱一头一天 挑一单水 要无一天的功夫啊 陆河水是对当地农民生活影响最大的因素 但由于山大沟深 建起来需要的资金 对于贫困县来说是很难解决的 而在2009年 国务院扶贫办 将贫顺县列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实施贫困革命老区 整村推进试点项目的试点县 这个国家这个公益彩票金 一共是140万 其实除了货座资金是125万 125万 从老百姓来讲来说 就是从天上 雕像根本是行 随后他带着记者在村文化馆里翻看过去的资料 可以明显的看到 国家中央彩票公益金给他们村带来的变化 大大的方便了这个这15个村这个村民啊 去行的方便 就是有些农产品 民去区啊 这方便 民去区以后啊 就大大的镇压了15个村这个农民这个 这一年经济比较好一点啊 对吧 挣人的钱 在全国 像杨真龙带中文这样的农户还有很多 曾经的扶贫对象 现在正在富裕路上大踏步迈进 十一五期间 我国592个重点线 农民人均存收入 年均实际递增7.6% 2009年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线 农村居民人均存收入 较2008年增长9.2% 那么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呢 这个贫困人口呢 是从1978年的2.5亿 减少到了2009年的3597万 那么贫困发生率呢 是从30.7%下降到了3.8% 应该说这个成绩是非常巨大的 截至目前 我国已经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 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 在全球发展中国家中呢 我们国家也是速度最快完成最早的 当然在贫困人口的生活条件大幅改善 经济收入持续增加的同时 对于减贫和扶贫 我们也有了新的目标和要求 我们之前呢 这些孩子们 你要是说他初学以后呢 那么你去问一个放羊的孩子 他会说他放羊干什么呢 放羊是为了将来娶媳妇 说娶媳妇为了干啥 娶媳妇为了生娃 生娃为了干什么 生娃为了放羊 那么他的这个理念就 周而复始的这种 他觉得这个放羊 放羊呢 就是他的工作 就是他的一生的这个生活 这个被很多人称为笑话的故事 其实在很多山区都非常普遍 为了改变孩子的这种观念 山西省扶贫办 从2005年开始着手 教育扶贫方面的探索 去年利用扶贫资金中的 雨露计划项目中的500万资金 资助了2800多贫困家庭的学生上学 从根本上断掉这个 掐断这个贫困的这个根 我们之前讲过这个 一个家庭有一个大学生上学 他会产生贫困 那么一个大学生毕业以后呢 他会带动这个家庭脱贫 这是一个两方面的事情 李云祥是被教育扶贫援助的 第一批孩子 今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人民大学新闻系 这对我来讲绝对是我生命中一个转折点 毫不夸张的这样说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我自己对于心里边 就是对于这一个 就是我这样一个经历什么的 就是是一个很感念的心态 而且我就把它看得比较重 觉得他在我生命当中 占有不小的这样一个分量 他的家是山西省旅梁市交口县的一个普通家庭 家中三个孩子都在读书 家庭的经济压力也越来越大 李云祥告诉记者 如果不是这次教育扶贫 可能就考不上人大 他的人生也可能是另外一个模样 可能还会像我的父辈 祖辈一样 留在那个小天地里边 然后找一份能够填饱肚子的饭碗 这样子 但我觉得现在我对以后的路 还是蛮有信心的 觉得我可能要给我们这个家族 或者说就是带来一点新鲜的空气 带来不一样的感觉了 教育扶贫 是他们在开发扶贫过程中的一个创新 也是从根本上减少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的一个扶贫项目 对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海伦克拉克女士认为 教育扶贫这个策略 值得全世界贫困地区分享 目前国务院扶贫办正在编制新十年的扶贫开发纲要 目标就是要按照十七大所提出的 实现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 要想实现这一目标 还需要从娃娃抓起 通过教育扶贫 把这些贫困山区的孩子教育成才 反过来这些孩子再投入到对家乡的脱贫队伍中来 扶贫已经不仅仅是一项社会工程 它也是一项经济工程 十一五期间全国扶贫重点线农村居民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实际增长率是达到了7.9% 同时通过退耕环草 经济林的建设 扶贫异地搬迁等等措施 贫困地区生态恶化的趋势 也已经初步得到了遏制 从以往救济式的扶贫 到教育扶贫 生态扶贫 扶贫具有了更加深远的经济意义 这也让我们能够更加切实的履行自己的义务 而有关扶贫的话题就先说到这 一分钟的广告之后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话题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刚刚在北京举办的一场博览会 绿色经济 绿色产业 绿色GDP 寄予了我们对未来发展的美好希望 但是这些美好的梦想 怎么才能够变成现实呢 这个博览会就为我们揭开了不少 关于绿色的秘密 我们现在就先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2010中国绿博会 2010中国绿博会11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 而绿博会的意义在于 什么产品 请教一下吗 可以 您现在在做一个什么演示呢 环保 那个减压 还有那个节省空间 看到这里 您是否也跟我们一样想知道这个矿泉水瓶接下来的命运如何 它又是怎样实现环保的呢 那么这个矿泉水瓶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 我们在现场遇到了张经理 看看他能不能为我们揭开更深一层的谜底 那张经理能不能告诉我们 就是这个新型的瓶子 它和这种传统的有什么不同呢 好的 是这样的新型的这个瓶子呢 我们通过技术革新 减少了它的这个生产的用料 每一个瓶子我们就节省了30%到35%的原料 原料主要是由什么构成的 它是由石油的附属产品 ET来构成的 张经理告诉我们 这款矿泉水瓶的设计理念在于 希望未来 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 都能够在喝完水后 不费力气的将塑料瓶压缩后再扔掉 这样便可以有效的缩小空间 对吧 是非常小 不知道张经理他是不是因为比较专业 所以很轻松的就将这个瓶子呢 变得这么小 那么接下来呢 我也想亲自的来试验一下 看一看这个瓶子是不是老人 小孩都可以轻松的把它压缩的很小 你可以帮我拿一下吗 小小的矿泉水瓶 存在的却是对于资源节省环境保护的大大的希望 小小的矿泉水瓶能够产生的这个经济效应在哪里 告诉你 好啊 我们每年的在中国市场上销售冰入水 基础销量是10亿亭 我们就以这10亿亭来计算的话 仅仅通过这么一款瓶子的改革 我们减少的碳排放 每年是16400吨 这个概念就相当于我们种了150亿亿亩的森林 或者说再具体一道 我们很熟悉到 就是相当于每年减少了2788辆汽车的碳排放 太厉害了 这样的话我们的资源又可以多用很多年 而在这里 我们还看到了用30%甘蔗渣 混合70%塑料制成的可口可乐瓶 塑料来源于石油提取物 那么这就意味着这样一只植物可乐瓶 将节约30%的石油资源 不仅如此 这个可爱的环保袋 以前就是可口可乐瓶 还有这几只也是可乐瓶循环再利用的产物 像我们刚才看过矿泉水瓶的故事之后呢 我们就发现 其实绿色节能环保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在我的这边呢 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电脑 你好 你好 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些电脑它的绿色环保功能在哪里呢 主要体现您可以看一下这个小盒子 然后这个小盒子是什么 它是相当于代替了一个PC的主机 数据都放在服务器端了 所以它里面没有硬盘显得这个非常瘦 所以叫瘦客户机 好 它如果在一个公司里面使用的话 大概能够节省多少的这个耗电量 这个我们有计算过 所以说按照100台的数量来计算的话 我们每一天八个小时工作制作 节省的电量是一个三口之家一个月的用电量 在这个绿博会的广场上呢 我们也看到很多人都走向了这个清洁能源汽车展区 那么现在呢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里面展出的这个绿色环保车是什么样子的 这辆车它今天在这个展馆里面展出 它有什么不同吗 大家从外表上看 它是一辆非常漂亮的迷你 但是它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来 我们来看 你看到这个加油口 是 这是一个加油口 可以加这个汽油 但是它并不像普通的加油口 这是一个充电的地方 充电的地方 可以坐上去吗 当然可以 它跟 那么现在呢 我就来到这辆mini E上面来体验一下 从这个外观上看呢 它是和宝马的mini系列的车是毫无差异的 但实际上呢 它是一辆环保绿色的电动车 那么在仪表盘的这个位置 你也可以看到就是目前这个电池的这个 电池的这个容量 对 我可以看到一个电池正负级的这个显示 对 没错没错 宝马中国电动车负责人 田胜告诉我们 电动mini每充电一次 在理想条件下可跑250公里 但是在实际路况条件下 根据驾驶习惯和天气因素 大概每充电一次 可以跑140到170公里 也就是从北斩可以开到怀柔 一取一回 而这个电动车的玄机就在于 后备箱位置下的电池组 以及在原发动机位置的电驱动系统控制器 传统车呢是要靠是有发动机油箱 那这辆车呢是要靠电池和电机来驱动 田胜告诉我们 电动车与传统车相比优势在于 第一不消耗任何石油能源 第二完全没有尾气排放 目前电动车发展已被国家列入到七大战略新型产业之中 究竟电动车节能减排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如何 田胜给我们算了一笔账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假设 就是比较理想化的假设 现在北京的汽车保有量 大概是在450万辆 超过450万辆 如果说假如所有这些 传统能源的汽车 全部换成电动车的话 那我们还是按照一年 2000升的这样一个比例来算的话 那么所有的450万辆车算下来 差不多就是100亿升的汽油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数字 那么对于整个的国家来讲 对于整个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都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荐作品 我们在绿博园里面看到了有很多 跟绿色经济绿色产业相关的这些产品 那么这里有一台 这个风力发电机组 我们也请教一下相关的人士 给我们讲解一下好不好 你好 想请问一下 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用的 这是一台5兆瓦的风力发电机组 它是把这个风能转化成机械能 再最后转化成电能 提供一个清洁能源 风能作为一种清洁的可再生能源 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风力发电已成为我国 现在发展非常迅速的一个产业 目前全国新增装机量 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其中累积装机量也排在世界第二 属七大战略新型产业 我国目前提出到2020年实现 非化石能源占整个能源消耗的15% 其中风电 核电 太阳能都是很关键的部分 国家在风电方面制定了2020发展规划 到2020年我国装机要超过1.5亿千瓦 成为一个明确的占颜目标 那么就以这样一台风电机组为例 它一年能够带来多少经济效益呢 一台机组一年应该能够发1500万度电 1500万度电是个什么概念呢 因为一个家庭一年大概用比如四千度电左右 这样的话1500万度应该可以够3500户 甚至说4000户居民的全年的用电量 我们是经过全球的调研以后 基本上有针对性的选了这方面的技术 所以通过这个交流 确确实实为我们国内的企业跟国外的企业 提供了一个很好交流合作的平台 而且这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中国呢 它有一个广泛的市场 所以国外企业为什么这么积极 它也看到了中国市场 商务部副部长蒋耀平 在接受经济半小时撰访时表示 这是国内第一次以国家名义 并由12个部委举办绿色产业绿色经济博览会 规格高 国际化程度高 展示的水平高 是这次展会的亮点 中国政府在推动这个绿色产业和绿色经济方面 是争抓此干 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开始起步 而且正好是十二五 这个开始在这方面加大力度 当前国际社会一普遍认识到 发展绿色经济不仅可以节能减排 而且能够更加有效的利用资源 扩大市场需求 提供新的就业 近年来 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都积极制定和实施绿色战略 把发展绿色经济和绿色高新技术 作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实现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所以这方面的这个潜力的话呢 可以说是潜力很大很大 所以为什么世界各国在应对后危机方面 都把它是作为将来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增长 发展绿色经济不仅可以节能减排 而且能够更加有效的利用资源 扩大市场需求 提供新的就业 是保护环境与经济发展的重要结合点 也是中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点 绿博会为我们展示了绿色的世界 也为我们展示了经济的未来之路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您可以登陆栏目的百度贴吧 和我们进行互动讨论 或者您有什么线索和建议 也可以发到栏目的QQ83083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